哈喽观众朋友们 大家看到吗 在我身边的这一款就是全新的 Honda WR-V 相信有一些朋友已经等待这款车很久了 所以我们就跟着 Honda Malaysia 来到泰国试驾这一款车 这款车定位是全新的 Air Segment SUV 也是 Honda Malaysia 之前的产品线所没有的 说到 Air Segment SUV 相信大家应该会拿来跟这些国产的 Countryman 做一个对比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也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款车跟国产 Countryman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还有这辆车的一些特点 如果说你是在等待这款车的朋友呢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就不要错过啦 还有顺便我们来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其实目前在印尼跟泰国市场贩售的 WR-V 是第二代的车型 第一代的车型是采用 Honda Jazz 平台打造 简单来讲就是 Honda Jazz 接高一点点啦 然后这一辆车呢 则是采用一个新的平台 官方表示它跟 Honda City 是共享平台 所以这款车整体的表现还不错 那么为什么 Honda Malaysia 需要这款车呢 因为像是 Sedan 还是 Hatchback 呢 它可能车程是比较低矮一点点 你在停车的时候 你的前面 后面可能比较容易撞到 Divider 所以这辆车提供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驾驶过程 也就是讲 你应该是不会撞到 Divider 因为它的这个前后呢 这个离地间隙达到了 220mm 除了在 Parking 的时候 你不会撞到 Divider 之外 如果讲你去到 Kanbon Area 的话 那边的路况比较糟糕 你驾驶的时候 这个离地高度也可以尽量的避免你磨到底盘 甚至讲你再可以要开车淹水的话呢 这辆车的离地高度 可能可以让你在一定的时间内逃离那个水灾的现场 所以这辆车呢 它的主要出现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而且这辆车开起来感觉还蛮不错的 这一次呢 我们试驾的 WRV 它是 RX 的版本 所以它有这个 RX 的外观空力套件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迷你版的 HR-V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水箱护罩 很多那种 Chrome 的材质一点一点一点的 看起来很 Sporty 然后加上这个 RX 的空力套件 我相信这款车的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啦 OK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的车身侧面 我觉得这个侧面 你可以看出它就是很小 老实讲我觉得它甚至没有比这个 ASEA 或者是 Myvi 大多少 然后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灯组是全 LED 的 而且它的方向灯是那种序列式的设计 看起来是真的很好看 很抓人眼球 然后 这辆车的轴距是 2485mm 车长 4000mm 真的是非常的迷你 可是你不要因为它的车身那么小 你就小看它 里面的空间真的是会吓你一跳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 Cross Over 的车型 或者讲 SUV 车型啦 所以它的这个轮胎尺寸 都是 17 寸 而且这个轮弧附近有这个防刮材质 如果讲你真的去做一些 轻度的越野 不要讲越野啦 就可能你去那种路况比较不好的地方 石头弹起来 其实这个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防止它刮花 只是后期你更换轮胎的费用 可能会高一点 在泰国市场呢 它配来是这个 Bridgestone 的轮胎 然后它的尺寸是 215 55 R17 215 的宽度呢 代表着这辆车的这个抓地面积更大 操控表现也是会比较好一点点 只是后期你更换轮胎的费用真的是会比较高 不过暂时还不知道马来西亚的轮胎会哪个品牌 一般上相信应该都是 Toyo 跟 Continental 啦 这个车尾设计的部分哦 很多同行的媒体朋友跟我讲 这辆车看起来很像 Seavit FE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在这种入门车款可以看到这种 3D LED 尾灯的设计就证明了原厂是真的很下功夫 老实讲这个尾部是比较方针一点点啊 我相信他们这样子的 Design 是为了后面的空间表现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它有电磁阀 这个空间表现其实非常非常的深啊 我自己坐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空间表现 目前官方是没有公布马来西亚版本是多了个 Liter 但是我目测如果是讲你跟你的女朋友去旅行 放两个人的行李问题不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边下面 有 Spare Daya 然后这边的椅背可以进行倒平 它是支援六四分离椅背倾倒的 只是它没有 Ultra Seed 这个有好有坏 没有 Ultra Seed 的设计就代表着它的空间灵活 运动性呢是没有这个 City Hatchback 那么好 可是 因为没有 Ultra Seed 的设计 所以它的后座的舒适度呢 则是会比起 City Hatchback 好一点点 所以就 看你需要哪一种啊 有一点我要吐槽的是它是后面没有这个隔板 除了隐私之外呢 这个隔板其实对于车辆的 MV Hatch 也就是隔音会有影响的 这辆车在驾驶的时候 后轮的噪音是会比较大一点点的啦 等下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在这个引擎的部分呢 马来西亚市场的 WR-V 它没有给你任何的惊喜啦 它采用的是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DO HD 也就是跟 City Hatchback 一样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峰值连率表现 145 Nm 匹配 CVT 的变速箱 只是它的峰值扭力爆发点 从上一代 1.5 引擎的 4600 转进步到 4300 转 也就是讲它的起步表现会稍微轻快一些些 然后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应该会问到 这辆车跟这个国产 Countryman 对比的话 它的引擎表现怎么样 国产 Countryman 的起步因为是涡轮增压引擎 低转高扭所以会比较轻快一点点 但是高速再加速可能就逊色一点 这个引擎的起步表现跟实际表现 是比较柔顺比较线性的 但是它的动力储备就非常的足够 所以说在高速公路再加速的时候呢 它的表现其实会比起这个 Aktiva 更好一些 而且它的油耗表现我实际拿到是 16.4 km per liter 如果是泰国市场的官方油耗呢 是 16.5 km per liter 所以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然后在昨天呢我出发的时候呢 我有遇到一些台湾的朋友啦 他们也是表示 这辆车非常的可爱 我个人相信如果引进台湾市场的话 台湾买的人应该会很多 但是啊台本啊 你照不照你很机车诶 什么车都不要带 这款车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只有印尼跟马来西亚会生产 而且泰国市场销售的也是从印尼进口 至于马来西亚生产的 只会供应马来西亚市场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款车的内装设计 老实话 当我知道WRV要来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 我本身的期待值是没有很高啊 因为我知道这种入门车款内装应该会比较plastic一点 只是当我看到真车之后我会觉得 有点小surprise啊 可能我期待值比较低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中控台的design不会到chip 不会到balea 因为你可以看到 虽然讲它是这个硬质的塑胶 但是它的塑胶是有层次感的 是有 最起码还会给你一点质感 不会让你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那种 便宜的plastic 然后 这边还有很多的材质 红线 Piano Black 皮革 就算是它的门板都好 它的门板也是有很多材质的点缀 然后有绒布啦 有皮革啦 有Piano Black 所以看起来不单调 然后这个方向盘是 Series FC 的方向盘 上面有很多的快捷键 握起来的感觉不错 仪表虽然不是数位化仪表 但是Design 还蛮精致的 虽然我个人比较偏爱数位化仪表 但是这个仪表我觉得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我相信 各位观众朋友应该会吐槽它很丑 没有错这个设计不好看 可是 它支援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这一点就一样 你的触屏主机 Design 到再怎么美都好 你没有时下流行的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消费者就是会嫌弃 它有哦 然后接下来这个 冷气的控制面板 同样的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按键质感都还不错 重点是它的冷气维持了HONTA一直以来的优良血统 39度 可是 很凉很爽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就是这个座椅 座椅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嚣张啦 可是这种Urban SUV 通常都是市区驾驶居多 所以 如果你不做长途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大 最起码我的同行媒体朋友 他们给这个椅子的评价是还蛮高的 最后一点呢 我要讲到的就是这个HONDA Sensing 基本上主流的HONDA Sensing配备 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跟这个ACC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它都有 所以我预测 这款车的价格应该会超过9万块 但是不会超过10万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点数据 这个Artiva的轴距是2525mm 这辆车是2485mm 所以其实它比这个Artiva是小一点点的 可是你看它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真的是很surprise 前面这边是我那个 我的媒体朋友坐的坐姿啦 两个拳头多 头部空间差不多有一个拳头 所以整体的空间表现是Bolet的 如果讲你是一个单身贵族 偶尔跟朋友去聚餐一下 这辆车坐4个大人没有问题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可以给你放手 如果讲你 中间要做小朋友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骨血面积基本上是平的 然后你看它的门板 没有Cart Course 因为一般上日系车在后门他们很喜欢Cart Course 可是这辆车 你可以看到这个绒布啊你可以看到这个Ladder 等等应该有的都有 所以这辆车的乘坐空间表现是OK的 只是 我觉得它的椅背有点直 所以做长途可能会不舒服 不过就像我讲的啦 这种车 基本上就是 Urban SUV 四驱驾驶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空间表现应该是足够了 OK现在我们就来试驾一下这个 WRV泰国的版本 首先我知道大家一定会 拿它来跟这个国产Countryman做一个对比 所以我就简单来讲一下它们的差别 首先我先讲 国产Countryman用的是这个1.0公升的Turbo Engine 然后这辆车是1.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这个Turbo Engine在起步的这个轻快表现就是有力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开这个国产Countryman的话 你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有时候你需要急加速就例如讲你要 超车的时候 你身踩油门 这个动力来到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的 你会feel到它underpower 但是在这个WRV上面呢 实际上 它这个1.5公升 的动力表现基本上是处于这种比较柔顺的状态 但是当你需要动力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动力表现 可以有一个爆发力 我现在就事业犯下 OK现在我大概是时速 90 OK我在急加速 普通模式下我踩完油门 OK100 110 120 你可以看到这种突然加速的爆发力 这个1.5公升的引擎是比较好的 所以引擎的部分WRV会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驾驶感受跟舒适性 如果我讲底盘的扎实度 我觉得两者是差不多的 不过这个WRV的优势在于 它这个steering的反馈跟那个响应 是比这个Arteva还要好的 因为Arteva在转steering的时候 你会feel到它会比较深色一点 然后这一个WRV就是比较的柔顺 它比较知道你要在干什么 然后动作响应也非常的迅速 尤其是我现在 如果我轻轻bysteering 这个车身马上就会跟着响应了 这个Arteva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然后它的这个悬吊其实是比较硬朗的 所以在我们跑弯道或者是有些 乡村路比较弯区的时候 WRV的车身控制会比Arteva好一点点 但是它的舒适性就输给Arteva Arteva整体来讲它还是偏向比较舒适的设定 当然其实Arteva的操控表现也不错 只是相比之下WRV会更好 然后有一点这个我必须要讲到 就是隔音的部分 Arteva可能会好一点点 因为WRV有一个问题在于 它整体的隔音表现我觉得应该是OK的 但是在它的车尾向它是没有那个隔板的 这个隔板除了保留一些隐私之外 其实它对隔音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WRV是没有后面的隔板的 它这个后轮在转动滚动的时候 它那个声音会从后面传来前面 造成有一个比较超的这个 整体的环境 所以 我觉得我是建议汉达每一期如果可以的话加一个那个后隔板 这样车辆的隔音表现会更好 至于这个轮胎的噪音 因为这个泰国版本用的是Bridgestone的轮胎 马来西亚版本我暂时不知道它用什么轮胎 如果讲你觉得轮胎生潮的话 可能你换一个轮胎表现会好一点点 接下来就是 这辆车的油耗表现 这辆车的引擎跟City一样是1.5公升的TwinCam DOSG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21PS 公升流率表现145Nm 同样也是匹配CVT的变速箱 我们从曼谷开车到巴达亚 平均油耗大概是16.4km per litre 然后这边的时速大概是 顶速是120啦我们有开到130这样子 然后还有比较乡村路段等等 综合油耗有一个16.4我觉得还不错 这辆车整体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主打一个年轻人的市场 年轻人开这辆车应该会很喜欢 然后这辆车 我一开始其实我对这辆车抱的希望并不是太大 可是当真的实际自己去开了这辆车走过后 其实这辆车很多地方都还蛮值得 称赞的 所以有让我有一点点的小 surprise 不过价钱的部分 就暂时还不懂 不过我预计这辆车的价钱应该会跟 City差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看你需要怎样的车款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高视野然后你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灵活的驾驶表现的话 这辆车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WRV 一个简单的试驾分享 当然目前我们还不会分享太多 你要知道等我们回去马来西亚试驾再跟你讲过 OK 影片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车的颜色 这个叫Stella Diamond Pro 然后这个是 HRV 上面有的灰色 然后还有红色 这三个颜色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大家在看到这次影片的时候啊 基本上Honda Merchant应该是已经开放预定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订车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 未来马来西亚版的车款呢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新车介绍 所以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为你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